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你的生活中经历着怎样的喜怒哀乐 都希望你能一直保持微笑嘴角上扬 因为微笑是应对一切事物最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不管你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表情 事情还是一样要去经历 就像昨天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今天早晨七点 我又一次经历了九尾的非常剧烈的疼痛 偏头痛 十七个小时不知道我算了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过呀 所以说虽然每个疾病不一样 或者是心情不一样 但是时间都是一样的去度过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我的每一位小伙伴们都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起码有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心态 那闲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善待癌症案例部分第九个素故事 从死亡边缘走向新生 下面是两份关乎我生命的生死文书 报告单一 2008年11月20日 北京某三甲医院影像检查所见 肝脏体积缩小 形态不规则 肝裂增宽 肝左叶体积明显增大 肝右叶后段可见卵圆形低密度影 大小约为2.4×2.6厘米 门静脉直径约1.7厘米 印象 一 肝硬化 体大 二 肝右叶站位 恶性可能大 报告单二 2011年7月22日 北京某三甲医院彩超检查所见 肝大小正常 表面嵌光滑 实质回升 弥漫不均匀 细颗粒痒 未见明显站位回升 肝内血管走行正常 门静脉宽1.1厘米 提示 符合弥漫性肝病 这两张同一家医院的诊断报告单 第一张报告单的诊断是肝癌 而且医生说 如果不手术治疗 只能再活三个月 第二张报告单的结论 则意味着肝癌没有了 我没有生命危险了 我又活过来了 且后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经历了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无助 以及死而复生的幸福和快乐 回顾这段不平常的经历 心里充满感激 是中医使命养生救了我的命 我于1937年出生 退休前是北京国眠二厂的纺织工人 每天在机器前走的路程 夹起来有五十千米 工作三十多年 一直都是劳动模范 下班后 我还要照顾先天就换癫痫的儿子 他每天多次发作 长期靠吃药维持生命 直到四十岁去世 我没睡过一个整宿的觉 爱人也身患重病 家庭的重担 我咬牙扛着 家庭收入低 经济条件差 我营养不良 操劳过度 积劳成疾 1965年 患上乙型肝炎 这样坚持了四十多年 我的病也从肝炎发展到肝硬化 直至肝癌 我因患有多种慢性病 如肋风湿关节炎 膝关节变形僵直 走平路都费劲 支气管炎三十多年 整天可喘 晚上睡不了觉 高血压 每天吃降压药 还有胆能炎和萎缩性胃炎 吃抗风湿药伤了胃 饭吃得很少 吃饭喝水后马上排泄 心脏也时常心跳加速等等 我的身体状况 根本无法接受手术 经济条件 也支付不起手术费用 绝望之中 我向朋友求助 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 中医实力养生的受益者 他调养后肝上的肿瘤消失了 2008年12月6日 他带我找到了刘成恩院长 开始进行中医实力养生调理 调养一个月 我感觉浑身舒服多了 决定继续调养下去 调养到三个月时 身体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 脸色好看 有血色了 身上有劲了 关节僵质也有好转 上台阶 我自己就能迈上来了 遇冷空气和天气变化 换季时也不再犯哮喘了 胃口好了 吃饭香了 一顿饭能吃20个饺子 吃完饭也不再马上排泄了 从那以后 除了酱压药 其他的药 治气管炎和风湿的药都停了 我只用中医实力养生的办法 来解决身体的疾病 我从调养中体会到 中医实力养生 不只单纯靠吃保健品 而是要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每次调养的时候 养生师都会跟我讲 当前节气 气候的特点 对人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等 还嘱咐我 什么时间睡觉 什么时间起床 什么时候外出锻炼 做什么样的活动合适 饮食多吃什么 不吃或少吃什么 尤其强调 患肿瘤的人饮食 一定要吃全素 心态也很重要 一定要开开心心 我都认真地照着做 每天都在21点半以前睡觉 4点半准醒 5点前就起来了 现在能睡整宿的觉 睡眠质量比以前好多了 从调养开始 我就吃全素食 连鸡蛋都不吃 自我感觉挺好 胃口好 吃饭香 但控制食量不多吃 只吃七八分饱 从每顿吃20个饺子 减少到只吃12个 现在生活条件好多了 家庭负担也没那么重了 心情也好多了 什么事都能想得开 几年以来 我一直坚持这种 有规律的生活 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 定期调理身体的平衡 我感到了身体 从未有过的舒服 吃得香 睡得沉 排得畅 精神爽 我有生以来 才真正享受到 健康人生的美好 2012年8月7日 我复查的超生诊断报告结果是 肝脏大小形态渴 表面光滑 实质回升略增粗 肝内管道结构显示清晰 内胃溅明显异常回升 门静脉内静宽约1.1厘米 检查提示 肝弥漫性损害 轻度 我以一生求医和康复的经历 向大家证实 中医使令养生倡导的是 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 解天力还人力 整体改善和恢复人体的机能 实现多脏气 多系统的同时修复 中医使令养生 为大众提高身体素质 预防疾病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北京薛广平口述 李忠明整理 2012年12月31日 这句话告诉我们 人生不是目的 而只是过程 人生的目的是了解宇宙规律 规律是永恒的 月女士在从心所欲之年 知道并践行了天人合一 是此生此世的最大收获 孔圣人讲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予举 现代人有多少能做到 为什么做不到 是因为丢失了根本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中华民族一百年来 丢失的好东西太多了 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那么今天 我们的读书共学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也希望你能把这样正能量的文章 分享给有缘的人 感恩您的一路陪伴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